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我們正在看的是雅哥 資料來源是來自港狗培尼賢經會的 第20屆港督 年份是1948年 港元是楊牧師 雅哥第四講 主題是主的吸引 好了 願你吸引我 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主聽祈禱 而吸引人 一步一步向前走 讀第三章就看到信主的人 他的靈情站在什麼地步 我夜間躺在床上 尋找我心所愛的 他尋見 我起來遊行城市當中 尋找他 他尋見 大兄姊妹 你是不是有這種經驗呢 有時覺得主是同在的 有時覺得不在 有時覺得很開心快樂 有時覺得不快樂 有時靈性很好 有時很差 快樂失去 主不同在 常常過著尋找主 失主的生活 有些人 根本不在乎主同在 同不同在 如果問你 心裡有沒有主的同在 他會說 我不知道 我又不理的 最重要是有得著 有得吃 有平安 有安樂 平常人身體有病 環境差 平安就失去了 但信主的人 環境好還是不好 其實心裡都是平安的 主就說 我所賜給你的平安 不是人所能夠奪去的 人能夠將你的錢財物質都拿走 但就不能夠將你的平安奪去 魔鬼其實都不能夠奪去你心裡的平安 因為那個平安在心裡 雖然病肚在身上 也有時有大事令我們焦急 但主是我的媳婦 叫我不用怕 所以心是很平安的 但這個經驗是否時有時無呢 幾個月一次 但不用怕 主知道你的 主看顧你 你不覺得他同在 他還是跟你同在 而第六章說 尋主的人到了信心的路上 不過在那時 有時覺得主同在 有時覺得主不同在的光景 我想各位都經歷過這樣的地步 為什麼有那種不安的光景呢 一切麻煩都是出自於罪的 聖靈在人心引導人往前走 是首先令人認識罪的可怕 求主加我們有力量 叫我們不要犯罪 也不要胡思亂想 怕犯罪甚至於怕失淺 心裡的污衛 魔鬼喜悅 而神心裡難愛 還有 最可怕的是肉體 即使眼目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 和今生的驕傲 這些都是罪的根 人不想犯罪而犯 而想愛主也愛不你 裡面好像有兩個人一樣 一個人想愛主 另一個人想愛這個世界 一個人是體貼肉體 另一邊也想體貼肉體 很麻煩的 靈性掌進 肉體也參與在裡面 哥林多教會有一切的恩賜 但仍是屬於肉體 人追求屬靈的事 也發動肉體 所以求主賜能力 叫我們脫離肉體 而往前進 我當小孩天天都在家裡玩 又不肯上學 媽媽就說 好孩子 你上學我就煮飯給你吃 那位西教士就說 聰明的小孩 你上學吧 爸爸就說 你再不去我打你 那三個人就送我去 我心裡說 在家裡自由 可以崩跳 但上課很不自由 讀書又讀得不好 先生又打人 但是在家裡崩跳 跳到十八歲就怎樣 在學校固然 時事要小心 很不痛快 但是學問 步步前進 心裡喜樂 比在家裡崩崩跳跳 就開心很多 趙陽 主叫我們脫離肉體 初時那些很自由 但是按主指 而繼續往前走的話 其實肉體就不過癮 但是心靈就會很開心 會快樂 前年夏天 我住在北京 我要我的弟弟操練身體 於是就叫他每天把房裡的大磚舉起 初時他不肯聽 其後就試一下舉 說手很痛 我就說 你連舉幾天就不會覺得痛 然後他就練習了兩個月 果然很痛快地舉起了 說那個磚是五十斤重的 他一年就舉到二十下 再過兩個月 他能夠舉百多磅的東西 他送我出門 幫我拿行李 完全不覺得重 他開初操練的時候 就覺得痛苦 其後就覺得很快樂 我們對付肉體也是這樣 肉體很驕傲 什麼都要講滋味 又喜歡粒高帽 但是走肉體的路 越走越陰功 我們不要怕人看輕我們 扎馬 靈命成長才是真正的掌進 聽主的話就是大成功 行主的旨意是大福氣 初時心裏就會覺得疼痛 再向前走 靈內就會快樂 所以就求主賜能力 叫我們繼續往前進 到三章 六到尾 就是講到所羅門的竅 和六十個勇士 我們一起看 這裏就是三章的六節 從那個曠野上來 形狀就像煙柱 以抹躍和乳香 並雙人各種的香 粉 分的是誰呢 你看 就是所羅門的竅 四圍有六十個勇士 都是以色列人當中的勇士 手裡拿著刀 善於打仗 腰裡配著刀 防備夜間的驚慌 所羅門王就用尼巴嫩木 為自己做了一個漂亮的竅 如果從現在的角度看 就是豪華房車 竅柱是用銀做的 橋底是用金做的 坐墊是紫色的 其中所鋪的就是 耶路撒冷眾女子的愛情 我之前說過 坐墊是紫色 是因為紫色很難得到的 然後 然後呢 石安的眾女子 你們出去觀看所羅門王 頭大姑免 就是在她的婚宴日子 心中喜樂的時候 她母親被她大賞 這樣就回來了 橋就是出來用的 這是預表到基督從天 來了世界的經過 她從榮耀的地方 而來到犧牲的路 她道成俗身 為人受苦 一切經過而成 救恩 橋的四周圍有六十個勇士 他們是保護皇的衛隊 佩刀警醒忠心於王 他們是誰呢 就是古今忠心侍奉主的人 保羅、彼得為主犧牲 那婦女門跟著走十字架的路 而且走到主的墳墓 並且親眼看到主的復活 那這班人 就是勇士德 然後就讀保羅 保羅傳福音 享受了什麼福呢 當然是嘆一下坐牢 嘆一下鎖鏈 被石頭打 打到死了 死了 究竟他死了 還是半死 總之打到半死 起碼就 半夜逃跑 我全土沒有逃跑過 我離開香港都是坐飛機的 有人送行 但保羅逃跑是他家常便飯 一會 人們就把他放在衝機裡 從城的上面 釣到城的外面 他是漏夜 趙趙走的 他是個大使徒 一生享受了什麼呢 年老被黃定罪 拉出去城外斬頭 很多人死是有人安慰 但保羅死 沒有人在他身邊安慰他 他活的時候很窮 只有幾個外主人來供應他 他一口講到晚上還要上班做事 現在傳道人 首先是說待遇 說我有幾多個子女 家用每個月 花費是多少 教會就會 當有愛心待人 但主的伯仁 就不要想念這些 你看古時候的使徒 只有約翰寫得好些 其餘那些都是殉道死的 主耶穌享受了什麼福 在天上千千萬萬的天使服侍他 降到世上做拿撒勒人 做木匠的 做奴隸的 人都看不起他 連他的兄弟都看不起他 有一天 他走路很疲倦 坐在井旁 來了一個罪人 就是薩瑪利亞的婦人 他不記得自己的困倦 而去拯救他 很多人遵行神的旨意 而走基督所走的路 人進天國 必經歷很多苦難 主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勞博不能大過主人 我是主 你們是博人 你們頂多都是跟我一樣 人由愛己的路走上愛主的路 將一切自己的舒服享受擺下 這是因為被主的吸引 你對主說 主啊我跟隨你 求你加我能力 第一天 我從外面回來身體都很累了 把三下的信都看完 其中有十三封一定要覆的 明天又要出門 寫信到半夜都累到吐 發言言說 主啊你真的太苦待我了 我給誰都忙 而且已經三個月都沒有薪出了 我開門的人 一個月最少只有幾元 我一元都沒有 現在人人都睡了 我都還沒睡到 明天還要坐單車出門 然後主對我說 你如果不喜歡做 你就放下 我可以找其他人代你 我忽然就覺悟了 知道為主做工 奴婦是一種福氣 我有小事其實還可以請人幫 如果有大事 就要費心費財費力 我不敢找另一個 找誰 找最知己的好朋友 感謝主 他把麻煩的事都托付在我身上 他看我是他的知己朋友 我立刻跪下祈禱就說 主啊求你饒恕我 我感謝你 因為你看得起我 才把重大的事情托付給我 我能夠為你受貧苦 勞苦 這是主所賜的恩惠 人能夠走犧牲的路 不看貼肉體 那就是主的勇士 神的一切伯仁 神一切伯仁 都是走這條路的 人熟靈的眼睛張開 而跟著主走受苦之路 寧情進步生命封城 主看得很滿意 在第一、第二、第三章 主是沒有怎樣稱讚他 而去到第四章 主就誇掌辛苦的好處了 他就說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 你甚美麗 你的眼如甲子眼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裙 你的牙齒如同伸展毛的一群無羊 你的嘴也瘦美 一切都是好的 人亦會主到什麼地步 就掌進到什麼地步 甚至變成主的形象 我們看見主 道成肉身 江西為人 他是何等的謙卑 如果是叫你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 而穿上黑衣的衣服 這個令到你很為難 有兩個姊妹 聚會的時候 他們常常都幫忙做招待 有一次就是印這個程序表 就印了他們的名字 那些人問他們 為什麼不出去做招待呢 他說 有張師母做招待嘛 你看 稱呼低一點 心裡就很不痛快了 如果是看到主從小就被人叫名 叫做木匠三十年 沒有人看得出他會是神 好了 耶穌就是捨己虛己 把神的權兵榮耀都放下 我們自己又是怎樣呢 我再說 那你認識主到什麼地步呢 那你的靈性也都掌進到什麼地步 我要去抹躍山 雨香江上面去 而且等 天起良風 日影飛去的時候回來 好了 天起良風 日影飛去 文言就譯作 天破曉 黑影飛去 那現在世界黑暗 中國就更是暗無天日 什麼時候才可以天光呢 一日主要來造王 世界和平 萬物復興 有這麼大的期望 這麼大的希望 我們應該怎樣做準備呢 應該起來走那條路 往那個抹躍山 雨香江去 抹躍呢 就是苦味的 雨香呢 就是奉獻的意思 我們一生 都是走 寫紀 並且背起十字架的路 這個背十字架呢 正正就是 行刑 好了 西歐洲 就有斷頭台 中國呢 就有零詞 寫得很恐怖 而釘十字架呢 也是一種很恐怖的刑罰來的 所以背起十字架呢 就是一種 你是將你的身份 配上這個死刑裡面 你是一個死囚 主第二次呼召了 我的辛苦 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從亞馬拿頂 到 從這個 士尼爾 與黑門頂 從有獅子的洞 從有炮子的山 往下觀看 山頂就是高柱 屬天的意思 亞馬拿意思就是真理 斯尼爾是戰車 黑門是毀滅的意思 好了 所以就是靠主而出戰 看到仙子洞炮子山 即是魔鬼的行動 工作 能夠看清楚一切 知己知彼 白戰白勝 好了 講到這裡 之後我們仍然會繼續講 雅哥 好了 功德烈有信